当年若非这六个乐队发生意外 如今乐团的天下绝对要重新瓜分 第六位爱乐团 当年在乐团诸神之战的时代 爱乐团仅凭一首天涯大沙四方 即便是如日中天的菲尔乐队 面对爱乐团时都要点亮点亮 更是被媒体并称为南非北爱 但由于主唱徐丽选择了单非 所以爱乐团的辉煌也如流星一样转瞬即逝 而又同样遭遇的不光爱乐团 第五位菲尔乐队 当年菲尔乐队直接王炸开局强势出道 直接在诸神之战的时代杀出一条血路 主唱詹文婷的音色 更是迷倒了一大波孤迷 可让众人感到意外的是 本以为是开始没想到竟是巅峰 恒样由于主唱张文婷被踢出了乐队 导致菲尔乐队的名气一落千丈 如今虽然乐队还在 但没有张文婷的菲尔早就没了灵魂 终于知道花儿乐队为啥是摇滚巅峰 因为大张伟14岁都能秒了乐坛 寂寞围绕着电视 穿心坚持 在两点半小时 第四位 花儿乐队 当年大张伟婷14岁创作的禁止 震惊了整个摇滚圈 之后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花儿乐队 一跑而红 本以为这是新生代摇滚的开始 没想到却是最后的巅峰 最后由于某些原因 花儿乐队也只能解散 大张伟为了谋生 也只能向综艺圈发展 而又同样遭遇的 不光有花儿乐队 第三位 零点乐队 97年周小欧带着零点乐队冲上巅峰 之后更是用意 首首神曲 炸裂乐台 这首《相信自己》 不光是对乐队的鼓励 更是被央视收编为 中国男篮主题曲 但很遗憾 后来由于乐队内部矛盾 周小欧只能选择了退出 而零点乐队的神话 也随之没落 果然谎家居 才是比较的灵魂 第二位 比昂 当年黄家居 由于不甘屈服于资本压榨 便带领比昂乐队 去日本发展音乐 更是在93年创作出神曲海阔中空 可比时的比昂显然没想到 这居然是黄家居最后的剧场 那年黄家居由于意外而不幸身亡 而比昂的巅峰也永远停留在了93年 虽然很多人觉得草猛乐队还是更胜一筹 但如今时间早就证明了一切 黄家居也注定是华语乐坛的一个传奇 而同样让遗憾的乐队还有一个 第一位黑豹乐队 当年窦围在黑豹乐队巅峰时期选择退出 也让这首吴蒂斯荣成为了绝唱 之后黑豹换了十几任主唱 可即便是口碑最好的章题 也依旧未能将黑豹乐队带回当年的巅峰 如今尽管黑豹乐队并未解散 但没有窦围还是没有灵魂 你还喜欢当年的哪些乐队呢 我不想对你来说下什么 存在是欺负你我 你是被你的虚伪完全淹没 变成讨厌的颜色 把你自己那么该多的功夫